所以朗诺你刚刚说 林明珍家族在南投势力是很大 但是接下来可能会火烧国民党 对 因为对朱立伦来讲 现在像赵少康 他们每天都在那边抛轰 党中央希望能够找朱立伦的查 所以朱立伦照理来讲 他应该要培育新的一代 或者是让南投这边 有一个民主初选 让他们决定 可是为什么他最后选择林明珍 因为他算来算去觉得说 林明珍虽然观感不好 政绩也不怎么样 但是他有机会选赢 打这个保守牌 这可以显现说 国民党好像这一两个月来 因为他们胜选了 这气势很强 可是从南投这一翼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党内的问题是 非常的严重 那朱立伦在这种各种压力下 推出林明珍 一旦他选举开票的结果 假设他输了 或者就赢了 但是是产胜 这其实对于朱立伦 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都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好 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 因为对朱立伦党主席的位置 产生冲击的 可能还不只是林明珍这件事情 还有萧景田 这个翻墙的萧景田 现在一番决定怎么样呢 萧景田决定向党中央 请辞中常委 还有张化宪党部主委了 现在事情大掉了 因为这一翻墙 让大家说 事情是不是可能 没有林姓额这件案子 这么样的简单 我个人认为 那么不知道为什么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都拥有一身飞檐走壁的功夫 前苗栗县县长立法委员 何志辉 那么在也是调查局 调查官去这个约谈的时候 从二楼 咻 跳床跑掉 到今天都已经派行十几年了 人都还没逮到 那么现在 那么萧景田也翻墙 萧景田这一翻墙 那我觉得不可思议 他花了39年的时间 想洗白 从当年的杀井气势案 里面洗白 就没想到竟然为了 这样的一个案件 那么他竟然翻墙 这一翻躲了好几天还被通缉 所以通缉了以后 那么最后自己倒案说明 这证实了 我相信这个案子 外面一直在传 可能有案外案 我觉得搞不好 真的有可能性蛮高 因为如果只是单纯 为了林幸和这个案子 有必要翻墙 把过去39年来的 这个好不容易 要洗白出了一本书 叫厚道 做人要厚道的厚道 想尽办法 要往上流社会跑的 这个萧景田 就这样全部毁掉 我觉得不太可思议 而且被指示这个 等于说人家帮你会选的 这个林幸和说 从来没在人前叫他干爹 然后这些人都不是我的装脚 这些人很奇怪 这些人为什么会有人 愿意花钱去帮人家会选 这个我搞不清楚 是个样子 那萧景田因为这个林幸和 现在是在刑事是证人 可是民事已经被提当选无效 一年之内一定定验 那么至于说 这当选有效无效 马上就会知道 那萧景田卷入这个案子 800万交保 不过法官才事的时候说 有逃亡的 有这个收押的原因 但是没有收押的必要 我实在是觉得 真的是这个文学造诣 真的是非常的强 为什么 有收押的原因 为什么没有收押的必要 就因为他道案说明吗 那你又给他800万的重宝 干什么呢 他中间逃了那么久都不算吗 对 那他几天在干什么 很多人都会怀疑 你是不是在串政还是灭政 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会起人疑动 我觉得萧景田没有必要 萧景田事实上不是辞掉一个 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 跟相关的彰化线党部主委 就可以了事了 没有 这也不是朱立仁说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尊重不是的 因为他的身份地位 靠已经在你中央的旁边了 已经在你主席的旁边了 我觉得萧景田先生 应该出来开个记者会 把他说清楚 没有就没有 不要学高宏安讲 侦察不公开那种外行话 你出来为自己洗白 对不对 为自己喊冤 没有侦察不公开的问题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没有 有就公开道歉 说是因为私利欠佳 没有的话也出来说清楚 没有必要让人家 往你身上抹 对不对 所以这件案子 从萧景田 他有财有势有地位 身家十几亿 然后北投豪华 那个等于说温泉会馆 大概是当地最豪华的一间 然后他还是当话连锁 那你好丫着 然后又国民党 政商两期 然后又那么有钱 我说贪杯 从这个萧景去事案 关出来了以后 一直人和的部分 一直在很认真的经营人脉 没有道理为了一个 人家根本也没叫过你干爹 对不对 跟你好像没那么亲 而且你中间还有一个断点 曾凡川他已经设一个断点 到底是 我跟你讲 可问题是现在是这样 现在选霸法规定可不是 中间有个人说 都是我所为就算了 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选霸法是扩大解释的 只要人家帮你买票的人 跟你有关系 或者是曾经跟你支持者 或是干什么 都有可能会让你在民事的 这个所谓当选无效 这个上面 你很可能这样就定验 而且半年 一审都半年 二审也半年 最晚 这也是二审就定验 所以最晚一年之内 一定审 你知道吗 一定审计 我个人有效无效 我觉得我不重视 你知道吗 那只是一个议员 但萧景田的身份地位不一样 不一样 萧景田他的国民党里面 身份地位比林姓额重要 太多 重要十倍百倍 那怎么会这样 难道真的只是为了这个案子吗 还是真的像外传人家说是线头 我个人比较倾向 台北政坛一直流传说 到底是不是另外有案外案 所以没有这个外案 为什么只为了一个林姓额的一案 就要翻墙了 让一个萧景田翻墙 我觉得内情并没有那么单纯 好 所以我们可能有案外案 因为其实萧景田 现在不是请辞了中常委吗 国民党中央的态度很奇怪 异常的低调 但重点来 萧景田跟林姓额关系 到底是什么呢 好 林姓额现在说 他是姓萧的 不是我干爹 但是两个人关系的确很好 包括林姓额 之前说禁办 也是萧景田的家族 持有的租给他的 林姓额先生的背景 我们带你快来看 林姓额在北投服务处外观 香乐气派是在去年竞选的时候 租借的 不过也传出屋主和萧景田有关 快三日系建筑门口 写林姓额服务处 翁姓屋主在110年3月购入 就这么刚好 萧景田过去财产申报 配偶兰太太名字也姓翁 在地人士透露 这正是萧家所有 地方上面的支持者都知道说 那个产权是萧景田先生家族所持有 不能就是选前受人家的照顾 但是选后遇到事情就切割 萧景田先生家族的房产吗 实际走访正好林姓额的爸爸就在服务处 问到敏感话题 犹豫了一下只说不晓得 而林姓额和萧景田交情好在地方不是秘密 夫妻俩去年南下出席 萧景田主办彰化线党部活动 三人合照对镜头比赞 但最新财产申报 林姓额配偶兰却是空白 在地方很多都知道林姓额办离婚 是在选前办的 看起来就是想规逼 财产申报的部分 财产申报没有田配偶 只有长女名字 这些人是透露两人在去年六月离婚 林姓额先生郭正豪 常年从事柏油路 人孔盖工程工作 近年多承拦台电标案 每年千万起跳 他的先生就是说 长期应该是在做跟工程相关背景 北投也是蛮活跃的 那有时候可能在 北投的一些相关的社团 或者有一些餐序 没有招好我们讲 没有招好 因为就你手指导是没有 对对 你的哈欠申 郭正豪 去年十月林姓额竞选总部成立 不止郭正豪 公公婆婆在台上 占一排力挺 林姓额近期争议不断 除了萧景田社会案 是否离婚 规避财产申报引发之一 节稿前指点当事人没有回应 下期文讲 请郭文宣 游刃不过台北报道 好所以林姓额这个议员有可能是当选无效 都要请教晃哥 我觉得林姓额现在对萧景田的态度也蛮奇怪的 这一句他信简的信简的 这样子就可以一刀断吗 我觉得这个有点没有人情 为什么 因为昨天我听国民党在地的陈崇文议员在讲 因为北投士林地方都在传说 萧景田跟林姓额是干爹干女儿 所以他们也当面问过萧景田 萧景田说 没有啊 我不能任意做客戚男孩 还是他都叫我客背 所以是你林姓额自己叫人家干爹 好 那也许是一个尊称吧 我不知道 我个人是没有这种习惯 那好 你这个时候呢 你却出来切割说那个姓萧的 做人做到这种庭头 我觉得有点点太不懂人情 也太觉得人情太过于凉薄 那今天萧景田会卷入这个案子 其实候选人叫林姓额 不是萧景田 不是萧景田要选市议员 是你林姓额要选市议员 现在出事了 被调查了 你马上就切割说那个姓萧的 所以我觉得林姓额的性格 可能有很喜欢跟别人切割 连自己老公都可以切割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 他先生看起来是一个 算是中小型的一个工程包商 做柏油 人孔盖 那如果是一个 因为一年生意千万 其实也不算多大型的公司 那如果说你做的这个钱 都是问心无愧 都是没有问题的钱 那为什么林姓额 你在选前要离婚 然后申报财产就不用 因为已经离婚了 就不用申报先生的 那当然我不知道他是真离婚假离婚 可是这个时间点起人疑斗 会让人觉得你欲盖弥彰 你为什么不想让大家知道你先生的财产 我觉得这一点是林姓额恐怕 因为你现在是个公众人物你已经当选了 你必须要做一个很适当的说明 那林姓额跟萧锦田关系好不好 刚刚我们那个SOT里面看到那栋房子 事实上你去问北投地方上的人都知道 那就是萧锦田赢到的三亿了吧 那都无偿借给你当竞选总部 那我请问可能会有好事之途就赶快去查一下 林姓额你的政治现金有没有申报这一笔 因为提供房子文宣 这都要申报政治现金的 你有沒有申报 如果没有申报就违法 就违反政治现金法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疑点 从林姓额选前火速切割自己的先生 选后火速切割萧锦田 一直到萧锦田为什么要翻墙逃亡 这里面真的有太多的疑点 我们只好期待士林地检署 赶快把真相告诉我们 那我也建议高等法院 你不要以为萧锦田不会逃亡 因为他才身价几十亿 他逃到地球上任何角落都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你不要认为他不会逃亡 所以士林地方法院认为说 有积压的原因但无积压的必要 那高等法院你的见解是什么 因为现在试检已经提抗告 要到高院去 所以高院应该好好去审卓一下 萧锦田到底有没有逃亡的可能 是因为基本上他已经有过逃亡的事实 就已经翻墙逃走了 规避侦办 后来虽然主动到案说明 感觉上是有诚意 可是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局中局呢 所以我觉得台湾高等法院 在收到试检的抗告之后 他势必要嘛就是撤销从裁 那我觉得应该好好去审卓相关的事实 因为这个人他是有逃亡的能力 也有逃亡的本钱 那你不要认为说我800万 800万对萧锦田来讲不是什么大钱 不是什么大钱 所以他是有逃亡的可能 那我觉得这个台湾高等法院 好好去判断一下 那试检也希望 因为这个案子相对单纯 赶快把这个案子增结 然后让我们了解一下 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到现在有一个谜团就是 为什么会选的官司 会造成萧锦田要翻墙去跑走 这个对于见过大风大浪的萧锦田来讲 这是不太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等将来检察官公布起诉之后 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吧 好所以你看之前国民党要排黑 那个时候萧锦田还没有辞掉中常委 结果现在因为涉选买票 他居然辞掉了中常委 我们要请教一下静明哥 因为国民党之前 我觉得他态度也蛮奇怪的 说选择性办案 后来又说误王误众 那现在萧锦田就辞掉中常委之后 国民党也没说话 萧锦田他这个案子的确因为社会瞩目 所以他辞掉中常委跟张华县党部的主任委员 国民党一定会 要不然国民党会很尴尬 因为国民党也 他辞掉了 就是等于求他自己把这个 求自己握在手上 他也没有踢回来 然后他炸弹自己也拆解了 国民党都松了一口气 朱立伦 你要这样讲 也是那个你自己辞掉了 要不然国民党真的是会很尴尬 因为他毕竟有中常委的身份 跟这个张华县 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委员的身份 那萧锦田过去是全国农会的这个理事长 然后他有他地方的实力 也是地方的投人 这个是不可会员的 那过去 所以在国民党时期 他也担任过中常委 然后也担过很久的这个立委 包括彰化县的社头相待会主席等等 所以从地方基层起家 不管是在中部地区在彰化 或者是在党内的这个中常委 中方委员这种选举 然后甚至影响力到台北市 在他四陵北头做生意的地方 都是颇有实力的 那这次因为出了这个状况 很明确 然后又被这个 减掉这个通缉 然后最后800万元 这么高的交保金额 交保 表示在至少在检察官的自由心证里面 在检察官 虽然还没有判决这个案子 但是起码认为他涉嫌非常重大 那所以交保金额才会这么高 这是以往 根据我们台湾的司法案件的 这个经验去推判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当然是会很为难 那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 误网误众啊 是不是不要只办难的不办绿的 就是会就政治情势啊 那也不可能去声援这个 已经有确定 几乎是很大几率 有会选的情况 也不会去声援他啦 也不会去声援这个萧景天啦 那再加上你刚才提到 他的背景 过去有这样的状况 也好在他自己就是先辞掉了 把这个炸弹的隐性拆掉 那否则那当时事情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说国民党是不是 如果他没迟的话 是不是要有面临把他停权这些 等等这些争议的问题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党内应该就已经有人讨论说 是不是要 有啦有在讨论 还没有做他就先迟了 可能恐怕也有人打电话给他 请他这个赶快 那有开机吗 我不知道联络不上 联络得上也联络不上 听说彰化线党部的人 联络他一两天都联络不上 然后所以才会有传出来说 他出国了 他偷渡了 他出境了 然后他跑掉了 然后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如果是后者那就会更尴尬 那就会面临说要不要处理他的窘境 所以他后来发了一个声明 前两天就是跟外界说他已经 他要辞掉怎么样 这个状况就变成 国民党以后碰到这种情形 因为地方有太多这样的一个 过去的背景 还有过去的像他算是老一辈的 他年纪也不小了 这样的一个中常委 虽然人脉还有这个地方的人员 和党内的关系人员也都不差 他也都是会提膝后辈 提膝晚辈 就像刚刚讲说 他跟这个林姓儿的关系 因为以前我们在 国民党中常委开会的时候 我林姓儿跟萧景田 我们都是同一任的这个中常委 那位置我们都 像我跟林姓儿是坐在 他就坐在我旁边 那萧景田就坐在我们后面的那一排 所以位置都离得蛮近的 那所以 他平常有叫他干爹吗 在中常委里面不会这样叫 我没有听过他这样叫他 也不太可能 那林姓儿是否认这一切 虽然地方上 昨天我也有跟崇文兄同台 他是有说地方也都这样传 然后萧景田也都否认 也许两个当事人否认 但是地方是还是传得言之早早 那我就尊重当事人的说法 但是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因为到底是不是 萧景田主动去 帮林姓儿做这件事情 然后叫这个曾凡川 就是国民党的那个当地的党工 北投士林党部的资金 五万块交保那个曾凡川 他去做这件事 因为一万块五千块 你说要去做里长的工作费 也很奇怪 选举留用 那你要说去或做会选呢 也外面因小失大还是怎么样 那个成本比例不相符了 但是碰到这个状况 今天萧景田 他用这样一个方式去处理 总比他当时面对检掉上门 从后墙翻墙跑掉 会让整个局变得更复杂 来 我觉得缓解得多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博文哥 因为昨天小玉姐 有在我们节目上面爆料 整件事情为什么会爆出来呢 居然是国民党的同党议员举报的 这感觉起来好像是一出戏 现在朱立伦一定觉得松了一口气 还是有人在顺势帮朱立伦拆弹 这个是不是谁举报 这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林姓儿 其实他知名度并不高 那后来突然 后面突然崛起 其实常常上我们节目的黄指责 他当时也在同一局选举 他当时也对于民调愤愤不平 那我先要讲就是说 林姓儿我从这件事情 我可以看出说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情义 我坦白说 这个干爹或干女儿 这个关系不是法律关系 这个坦白讲就是 你有人 我有人 大家你就叫他干爹 干女儿 但是一般要叫到干爹 或者认这个干女儿 这个我想也不是泛泛之交 例如说如果选举的时候 你去认这样的一个干爹 那要嘛 第一个有选票 不然就是有钞票 好 那我现在问的是说 如果地方这样的人士都说 你林姓儿过去都叫他干爹 结果现在出事了 他说 那个林姓儿说什么 我又不姓肖 我怎么会叫他干爹 这个叫干爹不用姓肖吧 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你过去 因为选举过程中 感觉说 这个萧景田是电影的头人 所以你要这个打木条条 你希望争取他的支持 你就叫人家干爹 那现在一出事 你就一把一刀这样切 我觉得有点有点狠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从另外一件事情 我看到林姓儿的这个状况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的VCR 还有看到林姓儿的老公 不管他是做什么生意 总是选举的时候 他帮他站台 那表示说 他老公帮他站台 表示他们两个在选前 关系都还不错嘛 就是说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夫妻关系 可是怎么会说选后 就是说这个办离婚 那这到底是 真的是 真的感情不木 还是说真的因为涉及到 必须财产申报 那里面有一些 可能很复杂的一些金流 他不想曝光 我觉得这个部分坦白讲都会起人疑斗 另外我觉得这个萧景田 萧景田的部分 我认为国民党 萧景田从过去到现在 萧景田不是说 我年少轻狂 那个时候设下杀警案之后 然后就没有争议了 我就乖乖的在党职 我都没有任何争议 我也没有去涉及到什么 什么有没有 萧景田坦白讲 他一路以来 当然他党内听说他人和也不错 但是长期以来 总是有一些争议 有一些争端 那这样的人物在国民党内坦白讲 一样是呼风唤雨 我简单讲 就是说如果这次会选案 萧景田他都坦坦荡荡 假设他没有任何的疑虑 他也觉得说外界冤枉 外界污蔑他 他应该是以他的中常委 以他的社会声望 他也是党的 应该是要第一时间 甚至人家没有调他都主动去说明 我要第一时间把事情厘清 怎么会六七十岁 七十岁 然后人家在搜索的时候 然后翻墙跑掉 我坦白讲 这个是完全有违常理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第一个 要嘛就涉案情节重大 要嘛就是有可能 其他杠杖上开花 担心被人家这个举发或等等 总之这个事情确实不单纯 那我觉得当然 以他的身家 以他的财产 八百万对萧景田来讲 我觉得真的也不是一笔 什么大数目 这是事实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以买票会选案 这样的案件来讲 八百万交保 这个算是一个很高的金额 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市政 是不可能到这么高金额的交保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朱立伦的态度也很奇怪 朱立伦他一直强调说 我们就是要排黑 我们就是要 这个要干净 干净选举等等 我也说得很清楚 但是你真正面对这件事情 请问你的态度是如何 所以我觉得 就算他自己辞掉 就算萧景田 他辞掉中常委 你当主席总要有一个说法 总要有一个立场吧 可是我们看不出来 朱立伦对萧景田的事情 感觉就是轻轻带过而已 好 所以大家也说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但是发钱总是对的吧 那发多少怎么有人要讲呢 好 现在全民发现金六千块钱 现在确定了 行政院也说立拼二月底会发 所以二二八连价 大家有机会 可以享用到这笔钱 我们先带大家一起快来看 行政院拍板还税于民 全民普发现金六千元 树贞昌更强调发放职呈 落在春节后 但外界也关注 二月底钱能够领到吗 每人普发现金六千元 都要请各部会积极盘点 就法员依据预算编列 缜密规划 行政院强调相关配套工作 都在如火如荼规划中 毕竟这笔钱也不是想发就发 还得有法员依据 根据了解目前行政院规划 在十二号的院会 通过相关法案 赶在这个会期结束前 送进立法院 下个会期一开议 立刻进行审议 但立法院国民党团则画瞎 这个会期就要力拼 法案三读 这么说不是没原因 毕竟看看2020年的纾困条例 和特别预算案 从法案送进立法院到预算完成三读 就花了二十二天 若这个会期先完成法案三读 下个会期再拼预算审查 就有机会二月底前领到钱 但前提也在于 通常在二月下旬 才开议的立法院新会期 得提早到二月上旬 时辰上才较为宽裕 事实上能够尽早的话 我个人是可以配合 也觉得说我们还是把时间 提早会更好 我们总招的规划 也许不用言会 他也会拼在这个会期 把法案完成 全民普发六千元 朝野立委都举双手赞成 但这笔钱要如何在二月底前 让民众通通领得到 也考验行政和立法机关 三天权许倩 这敢是小组 他被跑到 好 所以发钱真的是蛮困难的 发多发少 发早发晚 怎么大家都要骂 但来一骂也就算了 怎么连高嘉宇都跟着骂呢 请教一下晃哥 高嘉宇说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完全是行政疏失 到现在都没有检讨 不是啊 我们讨论到现在 怎么会是行政疏失呢 高嘉宇他学历很高 台大的国发所的硕士 所以应该很聪明 而且我特地查了一下 他从当选立委以来 六届都在财政委员会 所以你告诉我 你不懂超真 高嘉宇你不是蠢 你是坏 私心自用 因为这两天 蓝媒就把高嘉宇 当做英雄 都做很大的版面 超真是怎么回事 别人可以不懂 高嘉宇你不可能不懂 除非财政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你就在睡觉 要不然你就在唱歌 你都没有认真在开会 即使你原来不是学财税的 因为超真这个名词 所以我们当记者都知道 更何况你当了六个会期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这怎么会是行政疏失呢 你要政府单位 要每个财政部每个官员都会通零吗 他会知道说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对我可以知道未来这个经济活络 有多活络 我可以收多少税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昨天在举经节目讲过 过去15年来 只有4年是短真 有9年是超真 请问有哪一年是 我们收的税跟预算数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地球上找不到这种国家 看看北韩跟中国有没有机会 因为他们可以人为改一下数字 任何只要是 政府资讯公开透明的 你的税收要嘛就是短 要嘛就是操 不会有刚刚好的 没有人没人这么厉害 所以这个议题 你说在野党骂也就算了 反正国民党他们的摇巴刺 结果民进党自己人骂 你知道这个伤害有多大你知道吗 因为第一个 他被蓝营的人拿去大作文章 第二个 连自己的支持者都在怀疑说 为什么你民进党立委是这样说 为什么是这样 到底是怎么 到底是不是行政疏失 这绝对不会是行政疏失 任何有稍微一点尝试的 那高嘉宇委员我是奉劝你 如果你那么没有尝试 请你赶快持一持利 我不要在那边示威素餐 如果你那么讨厌民进党 你可以退党 慢走不送 没有人会留你 你不要拿打着民进党的招牌 选举的时候要靠民进党招牌拿选票 然后选上之后 只要骂民进党有掌声 你可以得到按赞 你就去骂民进党 我不是说民进党的从政党员 不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党 问题是你这明显是背离事实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今天如果说路人甲不懂 你就算你高嘉宇不懂 你在骗谁啊 所以我觉得高嘉宇委员 你这个任期剩下明年 今年今年大概到明年 剩下两个会期而已 如果你觉得待在民进党里面 这么痛苦 早点离开了 大家好聚好散 也没有人会开除你 你如果要赖着不走 民进党也真拿你没办法 因为看起来 你也没有违反重大党纪 还不到开除的地步 所以很多知识者都觉得 头部很痛 这种人一天到晚 在来营的媒体去骂民进党 而且你骂的还不是事实 我特别强调 你讲的都不是事实 所以高嘉宇委员 你今天 如果你真的那么不喜欢民进党 你要去哪个党 我觉得大家好聚好散 因为民主国家 离开政党加入政党 这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我最看不过的 就是说 你选举的时候 要靠民进党资源 你觉得你2020年的选举 你不是民进党提名 你会当选吗 你当作你很厉害吗 靠你高嘉宇就可以当选吗 要不然你明年试试看看 你不要用民进党提名 用五党级参选 你如果真的当选 我就佩服你 你很厉害 如果你还是要靠民进党提名 请你现在开始闭嘴 好我们请教博恩议员 所以高嘉宇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觉得他可能第一个 他有他选区的一个考量 就是说港湖地区 他可能觉得说 这样子可以博得 这个一些 潜然选民的一个认同 不过我是觉得 就是说 这个事情应该要就事论事 我也对高嘉宇 他后来讲说 这个是行政数字 我也非常讶异 我坦白说 因为这个对很多公务人员 特别对执政 中央执政是非常不公平 因为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们每一年为了编总预算 总是会有税入跟税出 为了要求得一个平衡 所以你都要先预估说 今年的税收大概会多少 那你要知道 这个今年税收不是去半倍 不是求成问部 这个税收 例如说 以一般来讲 税收他一定都会 有几个评估 例如说 去年 例如说执行率多少 去年的预算执行率多少 或者去年的预算的 达成率多少 以税收来讲 他就要讲达成率 那你要去评估说 这个去年达成率多少之后 然后要评估说 我们预估明年的 经济成长多少 或者我们预估 我们的这个 明年的国民所得 大概会多少 然后预估会不会有一些 特殊的一些经济的情况 是这样一个 很专业的一个评估之后 然后才能够把这个税 税入啊 这个税入的部分 把它评估出来 那税入评估出来 你才能够税出 这样总预算才能够平衡 所以坦白讲 如果今天讲说 我们超真 不是说 这个没事啊 我们去多拿民众的钱 不是 而是政府这个 预估明年的经济景况会这样 可是没想到 我们的执政之下 可能这个民众 这个探购到有钱 然后税收会更多 我也不要说 这个应该要鼓励政府 但至少可以表示说 这个经济的景气面 比政府预估的还要好 你不要说去鼓励政府 好事一桩 对 坦白讲这是好事 可是在他口中 竟然变成所谓的行政疏失 我坦白讲 我对这个部分 我是比较难以理解 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特别 你要知道 我特别强调 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我跟大家讲 我们以前当记者在委员会 光是在那边听 不懂的 你听一个会期 大概对那个里面的内容 大概都很清楚了 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 结果他竟然把所谓的 操征解释成行政疏失 第一个 我觉得这个对公务人员 非常不公平 因为公务人员 很多次很辛苦的在 这个做事情 就他变成行政疏失 那既然有行政疏失 要不要救责 既然有行政疏失 变成救责 第二个 他一再的不断的去这样扩张 会导致人民误会 所谓操征的意思 所以现在社会上就沸沸扬扬 就会觉得说操征 就是政府多收 我们的税金要还给人民 事实上真的就不是这样 我再次强调 这个所谓的税收操征 是说政府预估的 这个经济景气面 原本实际状况 比政府预估的还要好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宜翔 因为你看 高炸瑜现在讲话 蓝营就开始做文章了 包括朱伦讲什么 他说3800亿元 应该全部拿出来发 每个人都应该发 16700块钱 你还要选2024的总统 你不知道怎么办 办法很困难 好 现在朱伦就说 应该要在农历年前发 现在网友炸锅说 你还是不要讲话好了 但是不止朱宇伦被骂 这个王洪威也说 发6000块钱太少了 好 那发太少 你要不要捐出来 王洪威现在又说 我脑子里面只有慎选 没有想那么多 一直是说你觉得太少 但是你又不想捐是不是 可能这王洪威也算过了 说他这次选完立委 他每一张票 也可以拿30元 对不对 那30元 理论上成了好几万 也是几百万 所以应该是脑子里 都是钞票 可是我其实觉得 王洪威这部分 我都称他为 这个世界的回力标冠军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当时的黑 就是所谓的抹黑 他去抹黑吴亦农 其实这议题也是他开始了 对不对 那现在讨论到萧景田等等 其实真的是回力标 回到他这一边去了 可是事实上 有关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严重 因为他现在在选的 已经不是市议员 是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确实是要讨论的是 国家预算 确实要讨论的是 预算的一个分配 但我觉得王洪威对于说 最基本的一个财政的纪律 最基本的一个 政府长远的一个规划跟运作 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他现在政府说 要发这个 要部分要去补助 这个所谓的台电 部分补助劳保 部分补助地方经济 剩下去这个 做这个现金的发放 他觉得 这个是小家子气 这小家子气 是很严重的说法 好像是政府拿了钱不给你 好像是你的东西 政府不愿意还给你 但我举例 刚刚其实博文大哥 已经讲清楚了 今年是超收 今年不是说政府多编 或怎么样 今年是政府超收 因为经济表现好 超收 4500亿 700亿是依法 必须归还给地方政府 做运用 甚至要3800亿 那1000亿 做劳保的一个补贴 这个很过分吗 我举个例 很多人不知道 现在劳保的亏损有多少 一年将近500亿 现在劳保整个的一个黑洞 组织累积了一个 现在的一个状况多少 将近11兆 11兆 这个是国民党 长期都去忽视 都没有去处理的一个状况 甚至于一直等到 民进党蔡英文执政之后 才开始慢慢去开始 去补贴这个 所谓的劳保的一个状况 或者补贴了几百亿的状况 今年再投入个1000亿 这个都是导致劳保不会破产 因为如果劳保破产的话 国民党照样骂 说你怎么导致劳保破产呢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府财政的一个规划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千亿是做什么的 是做地方经济的一个补贴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一次的疫情受影响户 其实不是很平均的状况 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像王宏威你是一个市议员的话 你四年你的薪水有受影响吗 没有啊 你每个月钞票照顶嘛 对不对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夜市摊贩的话 你今天是一个中小期的话 你确实会受影响 所以是不是应该有部分的补贴 其实是专注专门针对这些受影响的这些店家 应该要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一千亿去编给这个 那剩下有这个一千八百亿的预算 换算下来是每一个人差不多七千多元 那七千多元政府后来选择六千多元一个人 在中低收入户的部分再做一个提升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 其实我自己身为这个过去在美国看过 说直接政府发钞票的一个状况 其实真的是蛮悲惨 悲惨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时美国是发了几千块美金 作为一个疫情之后的一个经济的补贴 后来物价膨胀到十几%的一个状况 到现在才是七八%的状况 所以我们政府是不是应该发部分的现金 是 但是不是应该发所有的现金 这个就要评估更宏观的一个状况 通宏其实是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就最后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这样 政府对于这一次的规划 我觉得是非常谨慎是对的 但是对于说朱立伦也好 这个王宏也好 是的用现金做一个政策的买票 是的现金做一个民粹的一个表述 我觉得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也再次证明为什么他不能成为 我们未来的立法委员 好 我们要请教向朗东 因为我觉得现在 不止高嘉宇讲说这是行政舒适 那蓝营现在也在带一个风向 包括发太多发太少 又说是什么隔魁保卫战 又要把超征这个问题拿来大做文章 而且错意这两个字 包括叶匡时就说超征是人民 被纳税的钱被超收 那事实就是不是无耻嘛 那摆明了就是误导嘛 那重点来了你看哦 记不记得那时候吗 政府时期消费券三千六百块钱 那记得现在国民党的人 在说六千块钱太少的时候 那时候消费钱发了多少呢 三千六百块 后来邮电双掌 难道国民党的人都忘记了吗 对啊 其实大家是希望是说 政府从来都不发钱 经济过得很差 防疫做得一塌糊涂 还是说因为我们防疫好 所以台积电啊 海运股啊 等等这些大公司能赚到钱 才导致超征呢 当然是希望多发一点嘛 你们发现是说台湾这两三年 确实整体经济提升 但有时候产业受到冲击 这也是事实 那所以为了要弥补跟振兴经济 陆续发了三倍券 五倍券 现在要再发六千元 那马英九那时候是发多少 三千六百块的消费券 所以一笔之下你就知道 两个政府的绩效相当明显 那朱立伦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好笑 因为他一直要想打说 你怎么不赶快发 过年前发 这个编列整体的预算 跟要找到每个人的户头 原本就有行政作业的时间 所以说你就硬要去炒说 是不是没有办法在二十几天之内 把发放的一些方式跟细节 都弄得非常到位 有点太苛刻了 吹毛求智没有意义啦 那你过完年了之后你钱还是领得到 有必要说那么精英计较这个时间点吗 而且还被人家发现是说 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讲 他就跟高家瑜那说法都很像 比如说超真这个就是行政疏失 有问题还干嘛 结果被发现说朱立伦 当时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他是短真两千五百三十八亿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算没算准嘛 才吵得那么短真 那他现在面对这个问题 他就恼羞成怒 他就说民进党都不懂算术啦 他隔年经济成长率什么 创什么十年新高 整个十点八 事实上不是十点八 十点六三 所以他数字讲错了 那我那一年是负的 为什么会成长那么高 因为前一年成绩太差了 比较惊喜太差 假设你的小孩子考试 那你一考试考二十分 然后结果下一次考四十分 那成长成长一百% 所以痛苦是比较来的吗 是因为他前面太烂 所以后面经济成长才会好 对而且你知道吗 我去查这一年经济成长之后 他要超真多少钱 四十五亿 你说他算得很精准吗 也没有也没有赚到多少钱 这也是行政疏失是不是 这才是真的 其实行政 你说要说是行政疏失的话 包含说2014年 这超真一千零八十八亿 2015年超真一千八百七十八亿 马英九在任的期间 也一直是短真跟超真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来看 是说他现在又说 不应该去补贴这些油电价 为什么他这样讲 因为如果我们完全不补贴电价 也不补那个劳健保 国民党捅下的楼子的话 确实你现金是可以发更多 可是对全民来讲 这是好事吗 你回来想的是说 当时马英九油电双涨之后 是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民怨 间接导致整个马英九 整个后期的这个执政 那就是一塌糊涂 大家已经完全不相信 马政府的任何一个施政 其实对于百姓来讲 拿到这六千块钱的红包 算是一个单摘喜庆 跟小确幸 因为事情是这样 台积电或是海运的这些员工 他也在全台湾各地 会去餐厅吃饭还干嘛 那全台湾的防疫做得好 这些大企业的员工们 他也不会染疫 可以正常运作 所以说大企业赚到钱之后 让大家一起共享 这样的一个成果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这个红包你不能天天领 你最后你还是要靠自己 去努力去赚钱 那领完这个红包 振奋一下心情之后 你还是会去想 你的脚的电费 那要怎么办 你的劳健保 是不是能长去营营 所以政府做了一个 合理的分配之后 一部分拿去补劳健保 跟补电价 让一些用电比较少的用户 可以缴比较少的这个电费 不会受到整个景气 或全世界的一些原料的波动 影响了这个油电的一个价格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去炒到现在 还继续去争议说 你回头去看马英九的那些时期 从交费券发的少 到经济成长率来看 蔡英文处处都是完胜 所以我其实希望是说 都已经确定要发现金六千块钱了 国民党就不要在那边 有事没事都还继续在乱 好 所以你看 这个年后发 就说是隔魁保卫战 那如果选前发 国民党不是又说你是傻币 什么之类要买票吗 怎么样发都有话要说 但重点是国民党这边 那怎么发 国民党有讲出来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24的位置 侯友宜是不是急了呢 那到底在急些什么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静明哥 因为包括元旦 他开始说出了 我们不是强国的棋子 台海要稳定 内部要团结 团结共好也在这个脸书上面 直接po出来了 好 侯友宜不停的讲说 要尊严友善 彼此非常信任 才能往前走 这是在讲两岸关系的 突然一跳街 跳到两岸关系 成呵呵做事 跳两岸关系 这个跳的坎 有点太远了 让大家说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呢 侯友宜其实也不会着急 因为急的人可能是他旁边的内权 有一些幕僚 策划希望能够他更上层楼的这个幕僚 那在侯友宜是1月26号去年年底以46万票大胜对手林家隆之后 那挟着这样的一个雨为 或许他的幕僚认为可以趁盛追击打铁趁热 所以赶紧忙着 赶忙着帮他补课 尤其是他这几年 能够尽量回避就回避了 有关于两岸政策的议题 或者是国际关系的议题 这方面也是他的弱项弱势 所以不管是这个团结友善和解 还是台湾共好 这一系列 我实际认为好系列 好不好的好系列 都是侯友宜想要呈现出来的一个氛围 包括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情也是好系列 那不过他可能要 可能思虑在 就是之前在两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四大公投案 最后这个最后四大公投没有过关 尤其是在新北市 因为他基于新北市的父母官 他的确要捍卫新北市民的立场 所以他才能在去年里拿那么高票 他要这个挡下和四公投那一关 所以当时他发了一篇长文签字文 然后引起燃影里面的这个炸锅 然后引起燃影里面的重怒 尤其是深蓝跟战斗蓝 对他的不满 尤其是他那四个字也是好系列 岁月静好 所以我形容为好系列 第一部曲岁月静好 第二部曲团结 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 第三部曲是团结共好 那第四部曲我不知道会还有什么好 怎样都好 所以可能啊 那所以侯友宇他当然他想要测这个想要测空气啦 就像我们各种政策包括明讲这一次这个发布发现金 然后还是用什么几倍券还是如何这个到底超真 这个才是超收的等等 拔草侧风向 这是最近最夯的一个议题和动作 那侯友宇其实也不外乎就是类似这样 拔草侧风向 那类似这样的状况 看看外界的反应怎么样 但是他想出来 还有他的幕僚也可能想要把他push出来 可是因为他想要寻韩国瑜那个模式 就是被动参选 就是党中央争招我 我不主动报名出选 或者是要郭台铭挺他 郭台铭 郭董如何力挺他 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一般来说会关关难过关关过 但是对侯友宇来讲是关关难过关关难过 不是关关过 不是那么好过 所以侯友宇的问题跟这个优点 当然是他现在有这个最高的身亡 民意基础什么党英党内最强的一棒 什么什么如何 我都同意 但是他的劣势跟他的包袱就在一方面 他跟国民党的连结始终若隐若离 若隐若现 若即若离 那不是那么match 然后也不是那么match 然后在重大的议题过去几年下来 为了他的新北市长的选举 还有他的身份跟立场也尽量不去碰触 他跟党务的碰触也没那么深 那如果这个时候希望国民党回过头来提名他 我形容为 我不知道用这四个字恰不恰当 但是我认为是原木求鱼 不容易 所以侯友宇可能也必须去思考 他不是韩国语 虽然两个人的名字尾巴 最后一个字发音都是二声往上 但是此疑这个非比喻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由下而上 韩国语这样的一个造势 然后再夹着一些媒体的这个光环去捧 到时至今日的氛围三年后 侯友宇没有以前那个这样的一个媒体去捧他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媒体 光是郭董愿不愿意表态力挺他 然后怎么样我觉得也不容易 因为什么郭侯配侯郭配 我觉得都是假议题 最重要是你要把侯放在那个正的位置来考虑 他如果没有机会去选正 他干嘛干冒大不会犯重路 然后去这个离开新北市长才连任的位置 然后就去选总统 所以朱立伦的一番话 其实也是提醒侯友宇 县市长我们就让他留在县市长的位置好好做事情 包括卢秀燕台中市长也好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宇 这也是对选民的一个承诺 老实说这也没错 所以朱立伦讲好了 那有人讲到接班人说什么江启成 那曾经在去年曾经传出来的新闻 去年年初 那一个也是放过去了 让江启成也很感冒这种消息 因为他的备战就是以台中市到时候接卢秀燕的办 他先选立委明年 然后再去接台中市长 他从来没有考虑 因为他的岳父在刘胜良就跑到台北 就像我的岳父岳母是台北人 我他也是台北人 我怎么可能考量我跑到台北市选市议员 一样的这个状况 所以是以自己的根基地盘 那侯友宇的这个状况 恐怕他在党内这一关 不容易这么顺利的出来 好 请教宇翔 因为你看 现在侯友宇既然讲到两岸关系 说我们是强国的旗帜 其实这是很明显的仪美论吧 其实这就很明显说 侯友宇已经放弃了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中立的原则 对于说国家议题上 甚至于对于说过去的公投议题上 他都是比较是属于不表态的一个状况 但现在他为了要争取这个深蓝的 选民的支持 所以他开始要讲一些 包括以美也好 包括要质疑说这个政府在经济 在国安在国防上的表现也好 等等的一些论述 我认为这个大概这样子的一个tempo 这样子的一个频率 大概只会提升而已了 我觉得最主要其实我想说以美论这一块 就是国民党常常会说我们当强国的棋子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说 我们台湾自身的利益是什么 我们台湾自身的利益就是希望可以保有 我们的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一个生活方式 对不对 我们希望可以维持台海和平 对不对 那这个利益正好跟我们区域不同的民族国家 是重叠的 包括日本也希望我们维持一个民族的一个社会 包括日本也希望维持这个两样的和平稳定 美国也是如此等等等等 所以既然我们跟这么多国家有重叠的利益 有重叠的价值 那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这些 这个民族的这些同盟伙伴 而去跪着去跟中国去求情呢 我觉得这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一个论述 其实中国习近平自从他这个第三任 这个通过之后呢 我想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嘛 去年11月他发表了一个新时代 这个对台政策白皮书就有提到说 两岸的进程是完全无法阻挡的 而且两岸的进程会持续的发生 而且持续的有进程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你未来侯友你要怎么去因应 你过去你没有任何中央执政的经验 你没有任何有涉及到国安 涉及到国防 涉及到外交等等的领域的经验 你说过去蔡英文总统 他其实当总统前 我在小英基金会做过 他其实花了多久的时间 跟美方接触 跟日方接触 跟所有这些理念相近的民族伙伴 接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他当选之后 这些伙伴关系是台湾的重要的命脉 是维持台湾自由和平的一个要项 所以你今天侯远 你所有这些先前工作都没有去做 我真的不懂你要怎么去竞争 总统这个大位 我最后举个例子 连柯文哲 说实际柯文哲现在是黑马 没有人认真认为说 柯文哲你当选总统是有任何的机会 但连柯文哲都已经表态说 他明年春天 今年春天要去访美 要去跟美方去交流 要去强化台美关系等等 那先不论我不知道他什么身份去 你是民众党主席 那你民众党跟台美关系什么 Anyway那不是重点 但重点是连柯文哲都知道 这是他的缺陷 他就要去补齐 那你今天侯友宜 你是不是在发表 这些不负责任的论述之前 你应该先把功课做好 先把该拜访的人拜访完 先把该了解的事去了解完 好我们请教柯文哲议员 因为包括侯友宜讲说 这个两岸交流要平等 尊严友善 这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好像讲了就像没讲一样 好这篇是吴坤玉写的 吴坤玉写说 侯友宜的论述呢 没有超过当年 韩国瑜的范畴 连用语都照操 不要当强国的棋子 要当有用的塞子 这句话是韩国瑜讲的 但是侯友宜这个棋手势 其实话被说讲得不是很漂亮 而且可能是有看 大家也不太了解 内容的争议到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那是你们不懂 侯友宜的高深 高深 侯友宜他的境界已经到出神入化 他可以讲一大堆话 感觉冠冕堂皇 感觉言之有误 可是你仔细一听 根本什么都没讲 我举一来说 他这边讲 他突然针对这个国际关系 两岸关系突然有兴趣 他说 我们绝对不是强国的棋子 他怎么说 我那时候我也很素额倾听 他说无二战争 中美竞争 全国关税壁垒分明 台湾不可能置身置外 必须团结队内扮演关键角色 听起来铿锵有力 有没有 他讲了些什么 感觉很有道理 可是他到底在讲什么 什么叫团结对内关键角色 我举例来讲 人家问他这个问题 他既然讲说我们是强国棋子 那他应该说 那我们未来就是要持续加深 对美国的关系 或者是说 我们要加强对中国的关系 或等等 我们对于这个经贸的交流 或者是武器的采购 或者是我们要如何 这个强化内部的团结 可是他什么都没有提押 他就跟你讲说我们要扮演关键角色 这不是废话一句吗 他说我们要团结队内 谁敢在台湾内部说 我们不要团结 所以你看起来讲了一大堆 他什么都没讲 第二个 你看他11月2号他又讲 我们不要变强国的棋子 台湾在国际关键地位 扮演非常重要关键角色 团结台湾守住安定繁荣 这个简直又是大废话一句 所以我认为你去检视侯友宜 他的每一句话 坦白讲都是空话 你也看不出他的立场 你也看不出他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 他就想要用猴猴做事 这种好像咒语般的这样的一个迷思 他想要继续混到总统大位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困难的 因为等到他真正 国民党假设真的 这个重心拱愿推他出来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切都会受到最严格的检验 好 但新美医会要省预算 侯友宜却九天都没有出席了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苗栗县议会到底怎么了呢 临时会议 第一次会议 苗栗县新科议长敲锤 召开第一次临时会 由财政处打头证报告 副处长低头看文件 一转眼报告只花了37秒就结束 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上会 真的没听错 议长火速再敲锤宣布会议结束 整个过程只花费1分15秒 让台下一众议员傻眼 咨询的权力完全是被没收的 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错愕 在很快的时间内 整个议程就这样子结束 而不要弄到好像是 就是大家是共犯结构 共犯集团 然后什么东西都说好 然后不让这些在野党的议员 有咨询的机会 不止议员陈光轩反应不及 苗栗第一高票连任的 无党籍议员曾文学 事后也在脸书痛批 新院县长中东景到职后 完全不用跟议会报告 施政方针 这种漏袭根本不合理 过去议长其实都会问 议员们有没有意见 那当我们对今天的议程 可以要提出意见 或者是有想法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在这段时间 举手来进行发言 但是今天议长完全 跳过中间这一段 根据了解原本新科县长 中东景要进行施政院警报告 但议会临时宣布 因为作业失误直接取消 中东景人道理议会 旨在开会前赠送两面牌匾 给新上任的议长和副议长 元旦廉价后第一场临时会 议会公告只安排财政出报告 整个会议只开了短短 1分15秒草草结束 实在让台下议员错愕 暂时黄梦中 广告这些用薪水小偷 这个就叫做傲慢 苗栗的傲慢是因为 72年来没有政党轮替过 苗栗县议会曾经创下一个 台湾自治史上非常难得的记录 连续22年没有砍过一毛钱的预算 所以你觉得县长为何要谦虚 为何要谦卑 反正苗栗国国民都支持我这个国王 我为什么要谦卑 侯友宜也一样 我等一下讲侯友宜 侯友宜也傲慢 因为他赢了46万票 我底很厚 所以我不撩你议会 我就不撩你议会 又怎么样 预算也不去 对 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议会 大部分都会开临时会 有些没有开 可能就等下次定期来 开临时会目的 倒也不是说刁难 因为很多 有些限制所长是新任 像中东景是新任 你总有一些局处长会换人 议员也有一些新任 大家认识一下 那县长在正式定期大会开始之前 先来跟全体的议员报告 我未来四年的施政重点 这很合理 而且我觉得这议长 苗栗的这位议长 你也掩护的太明显了吧 我没有看过议长这样主持议会的 就是官员报告完 而且财政处长你也太好混 37秒就可以把苗栗一年的财政 报告完 真的 网友形容很好 连泡泡命都来不及 1分15秒大概只能干什么 撕开泡面的上盖 先拆掉胶膜撕开上盖 1分钟到了 两包调味包倒下去 连热水都还没冲 1分15秒已经到了 不要讲泡泡面没熟 连热水都还来不及冲 议长正常来讲 当报告完之后 因为议员一定会有一些问题想了解 你可能会提一些议程 对议程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议长掩护的太夸张了 而且这些都是新议员不是吗 对 苗栗其实这次也蛮多新议员当选的 那你总要好歹你居住首长也来介绍一下吧 上台自我介绍一下吧 以后我们要相处4年 结果竟然连这些程序通通免 我只能说苗栗国国民选了中东景 我也没办法 这民主选举的结果 就是反正就是我已经当选了 我就是很傲慢 因为反正再怎么样我都会赢 那同样新北侯友宜也一样 这个是新北是因为去年底的预算来不及审完 所以今年继续审 依法其实应该去年12月31号审完 那要你来报告预算 侯友宜理由说我报告过 不对喔 因为有很多新科议员 他们没听过你报告 你至少在临时会 再来报告一下 应该不为过吧 他不是有心要选总统吗 对啊 你侯市长你的时间就很娇贵 你都不屑来跟议员报告 因为你赢46万票 你赢这么多 骄傲嘛 有什么问题呢 反正再怎么样我做再怎么烂 我也会赢